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米哥科技兽新的一期 在这期节目当中呢米哥给大家介绍一款 好了我知道你们的眼神一定在看着它 OK这是第一期米哥科技兽当中呢 请来了一位美女给大家讲解一下 G7这个相机 因为之前第一期呢米哥推出之后 很多人说哎这个什么都不懂 所以啊我这一次呢就请来一个非常懂相机的人 让他呢给我们来讲解一下 G7这款相机的好还有不好 接下来请美女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叫Tina 首先非常感谢米哥邀请我来跟他一起介绍这款相机 我本身是一个摄影师和一个电影人 啊对然后我会尽量以我自己对相机的理解 以及我自己的经验给大家介绍这款相机 那我们开始吧 像我刚刚说那样我会基于我自己的经验以及我对相机的理解给大家介绍这款相机 我并不是特别特别专业而且有很多很厉害的光学知识我也是不清楚的 不过呢我会尽量尽我的能力给大家介绍这款相机 啊给大家介绍我对这个相机的感受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去subscribe米哥 如果说是不喜欢的话呢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批评我们会努力改进 为了隆重认证是给大家介绍这款相机 所以我决定脱下我的眼镜 用犀利的目光来对待大家 好首先我们先来讲讲 J4的外观 那就从外观来讲 他会说到G7嘛 我先从开始来说 先说G7大家会马上联系到J4 那J4会跟G7有什么差别呢 我自己用过J4 我自己就感觉J4虽然现在没有这么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有个虚线空间 这是J4 可以想象这样的东西跟G7 那其实G4因为它是全铁身 所以说它会相对来是重一些 那G7它是塑胶声 怎么知道它是塑胶声呢 一方面那么轻 另一方面的话你敲敲就知道了 你就听这个声音 你就知道这是塑胶声 所以说塑胶声有塑胶声的好处 比如说是我自己 就经常到外面拍摄 旅行拍摄 那做一颗非常轻的相机 那对于我来说 就一天下来 真的是肩膀不会太累 所以说轻着是 塑胶声有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它轻 但是塑胶声也有非常大的一个缺点吧 叫做它的防水性它不会那么好 不会优于一个全金属声 那全基属声也就是J4 它可以在下雨的时候 低连雨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的话就很怕潮湿 那如果你要下雨天的话 你最好给它撑一把伞 因为就是因为它防水性没那么好 怕潮湿 所以说生活在比较潮湿湿润地方的朋友 然后同仁们可以试着去在保存它的时候 加多点干燥剂 这样能让摄像机的持久 就是保存的时间更长 使用时间更长 再说一下它的整一个外观的直观的感受吧 首先呢我因为我自己没有很喜欢触屏 我喜欢很快捷的去进行一种设置 所以说它这里有很多预定模式 然后我都可以按好 我可以设好之后 我就直接按它们就行了 所以我很喜欢这一点非常方便 那另外一方面 就它的拨盘它其实就是 好像一开始这样做 前面是光圈 后面是快门的是尼康 然后后面好像基本上大家都 就是接受了这个设定 然后它这个转盘 就跟机身不一样 它转盘是金属 所以说后面这些方面操作都很舒畅 那包括像它这边也可以在这里选择 镜头是手动对焦还是自动对焦 各方面的 反正你还蛮方便的 因为我自己是做视频的 所以说我会经常 而且它主打它4K功能 就是因为它拍4K 所以大家会很愿意去买这款相机 但是尽管是主打拍摄能力 和它的4K强大的录像功能 但它有一项缺陷 让我觉得实在是不爽 就哪里呢 就是它有麦克风的接口 也有那个各种各样 像HDMI这样的接口 但它唯一没有的东西呢 就是同期声 叫同期声 叫做监听的那么一个耳机的插口 所以说没有耳机插口 那我去录的时候 我去外面拍摄的时候 就很不方便 因为我没有办法听到 它究竟声音反应如何 尽管它会有一个 那个刻度表在上面走动 游动 但是我自己还是希望能够听到 边拍的时候 边听到对方讲话 或者是身边的环境音 所以这是一大缺陷 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缺陷 我现在这里没有装盘 但是你要看一下 如果一般的相机的标准盘的话 它放三角架 它的那个底座的那个接口 大概有那么宽 那有那么宽的话呢 那它这个就打不开 它只会三角架的情况下 它就会卡在一半 那它打不开的话 它SD卡又跟它的电池放在一起 那我要换卡 或换电池的时候就很不方便 会老是这样弹着弹着 那像一般 像5D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高端点的相机 就是那个叫高端系列吧 会从这里打开它的卡槽 然后直接在三角下下 就可以在这里更换 那它取代了那个 它取代了卡槽 这里放的只是HDMI的外接线而已 所以目前这就是 全部的外观的我的感受 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就是说我这一款相机呢 它是单反 OK我知道 然后它是iPad-C的一个感光元件 我知道规格上 理论上要比它大 对不对 可是呢作为我来说 作为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不是很专业的人来讲 我看起来这个画质 我当时有拍过 然后就那个视频能力 真的太清晰了 比它清晰好多 就是我现在就很很怀疑说 为什么要花比它贵很多的钱 去买一款视频能力不如它的 就是我只是肉眼看 OK 你提到问题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关于为什么感光元件比它大 但是拍出来的画质却不如它 这其实最后最简单的问题 它是单反它是单电 它没有一个五龙镜的一个反光的一个作用 那你先拆开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 它这里直接就是接的就是它的感光器 对 然后它那里是有一个界面反光的一个机制 那在界面反光的一个机制上面 做一个摄像功能的工序 远比这个复杂 而且最早期的相机 叫做摄影的一个拍的录像 它是根本没有这个反光的那个系统 它直接就是进入到胶片的 如果你看一个老的胶卷的相机 你就会发现它是直接看到画面的 所以它不存在五能机的反光系统 所以说它当是这样子的一个 结构的建立的情况下 它的录像功能是比它大 而且另外也说到为什么画质比它高 因为它是具备4K的那个 因为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所以它具备4K的一个 记录格式的情况下 那自然会比1080p 我不知道是比1080p 是 对 那肯定会比1080p的画质比较好 因为它直接就是感光器 就是说 根据你刚才讲的呢 嗯 其实如果想拍实名的话 单店是更加适合的 是的更适合 哎呀后悔了 出手太早了 为什么会买到这一款 但是我跟你说 它拍照始终是比它好 拍照的话 可是我拍照我有ACR2 就是现在里面 好 好了刚才讲了很多呢 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 有没有什么像我一样有点 有点晕啊 不是很懂 但是你们 要仔细琢磨一下它的画 其实是蛮有道理的 虽然听不太懂 OK 试试啊 然后 OK接下来就让Kina 就是给它 就是真的是针对一款 这款机型呢 讲解一下 G7的这个画质方面的一些东西 我之前有在看网上post的一些画面的对比 然后我就发现了G7对比起GH4来说 GH4可能拍暗部的时候细节会比较多 也就是说它的Dynamic Range 它感光元件的那个Dynamic Range 会比较高 Dynamic Range就是它的该怎么解释呢 就是叫做Dynamic是多元 然后Range是区域的意思 也就是说它在拍灰暗的情况下 它的区域反应的细节会比较多 那它的话相比起GH4来说 它会比较 对比会比较强烈一些 那拍照的时候 拍录像的时候 这个就比较明显 可以对比出来 但是这个不是 这个是确实感觉上好像GH4要好一些 但是其实并不是 那它在低光下的表现 就比GH4好太多了 怎么个好版呢 就是你把它的那个ISO开到6400的时候 依然没有什么噪点 它降噪的功能非常强大 也就是说它虽然对比度高 但是它的在低光情况下的表现会很强 那如果说是你有一台相机 然后你需要这个这边再拍 然后另外一台相机 要在这边拍两个角度对的话 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第二个机位的用的相机 很多人说它的那个拍摄的设置没有GH4 它的老大哥那么多样 但是我不这么看 说它是阉割 我不同意 那我就不会用阉割来形容 它里面的一些拍摄的设置 我会用精简来形容 因为GH4虽然它设置很多 但很多设置的情况下 你画质是特别特别差劲的 但是G7呢 它不同的地方呢 就在于它是把很多不必要的设置给去掉了 也就是说它保证了大多数消费者得出来的画面 不会太糟糕 也就是说是虽然表面上好像 那个局限了你对相机的发挥的程度 但另一方面它是保证了每一个消费者 所能拍到的相片的画质 所以说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 这是非常好的一款相机 因为它会防止你去毁坏你自己的画面 刚才Tina介绍了这个画质 介绍了外观设计 然后接下来就说一说 这个我觉得这个试用人群 我觉得大学生都能用 为什么 因为我第一期视频当中的名字叫做 大学生也买得起 我为什么要这么讲 很多人就不理解说 我们大学生哪来钱啊 但是跟你说 我个人觉得 大家记住 这款相机呢 这个4K能力也没有 然后视频能力真的不如大 别看镜头大 镜头很大 但是拍出来的效果跟它相比真的差很多 但是它价格比它贵一倍 听没有 所以说 我当时说 大学生也适合用的 是因为价格只有 888 对你真的没有听错 真的是888 是8块 报回家 对而且是加币 在美国大概我记得 当时它促焦的时候 只卖760多 就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 你说760多 在北美的话 我们不说人民币 在北美的话 就是很多 擦盘习惯啊 就是这种 比较辛苦的这种 体力活 工薪阶层 一星期的工资可以买到它 所以说 是很便宜的 生活水平的差别 这个是没法比的 当然我不是要引起大家的羡慕 嫉妒恨你不是要干嘛 你们要不然就骂吧 哼 老娘才不管呢 但是anyways我的意思就是说 生活水平不一样 倒就大家消费水平会不一样 那对于 但是它尽管如此 它价格依然非常便宜 你想想看 首先我不是在安利 我是在安利吗 我真的没有在安利 因为我自己是5D3 然后我其实买的时候 相当于1万多人民币了 然后我加上镜头快2万 但是这款相机折合人民币才5000多 而且你能用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它比大部分 像如果你用佳能的Ribox 它最低端的那个单款相机来说 它的机能比他们好太多了 那性价比如此高一台相机 然后你又有这个 有这个预算的话 那何不考虑它呢 你大概有100块钱的预算 然后想买一款相机 那你为何不考虑想买这台呢 它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对在这里 不管你买多少台呢 我们是没有任何利益 但是我们做这期视频主要让大家知道 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大家知道 曾经有一部电影叫老男孩 有没有 知道吗 那部电影其实就用5D 对不对 5D Mark 1 对啊 用那个单反相机拍出来的 但是我可以在这里保证 这款相机呢 画质要比那款相机高了 嗯 不是一两个档子 是三四个档子 很少的钱买到它 所以 适用的人群非常简单 就是说 就是Low Budget 叫做低预算的人 对 低预算的人 如果你很喜欢视频拍摄 很喜欢就是 因为4K已经开始流行了 是吧 也不说流行 开始主流 对不对 所以说这款机型真的非常适合大家 作为入门相机来使用 虽然说是入门 但是 画质比它好也没搞错 所以说有时候一分钱不一定是一分货 而且其实说实话 这些都是工具 那如果你有心想要拍好的话 你iPhone都能拍一部电影出来 你知道Pound Spring 叫做中旅全电影节 前几年的一部得奖的影片 它是拿iPhone拍的 那时候还没有6 那时候是5 那时候是5 这些都是工具 你有什么想法 你手上有工具就能去拍 只是说它这款对你来说是一个工具 你觉得这个工具你值得拥有 或者是你觉得它性价比高 就拿去用 这些都是工具 所以说非常感谢呢 Tina 这一期节目 来客串一下 因为真的是 你看我这么多 你也有看过我的视频 对不对 从来没有出现过 另外一个女生 坐在一个白桌子前 然后讲这么多专业的支持 因为米格科技兽呢 有时候感觉就是 像一个屋里头 什么都不懂 然后很多人喷我 但今天呢 就请来一个非常懂的人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觉得我也会被喷 他会说 你干嘛不懂装懂 他其实不是 他真的是在国内学的是编导 然后他 我在国外学的是编导 他在 你是加拿大人对不对 你是加拿大人 对你是加拿大人 我说国内就是加拿大 OK 不冲突 然后他学的编导 做了好多年的这个 就是影视方面的这种工作 他现在还在做 就音频视频编辑 所以说他真的是很专业的 所以你们要喷我 但是从理论 就是知识方面呢 他是真的非常懂的 如果以后有机会 能不能请你再过来 然后教我们大家就说 如何做一个低议算的电影制作 有没有可能 会教大家 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工具 因为有时候很多人 很多粉丝在微博上 会跟我说说 米哥能不能教大家说 你这个是怎么录的 我们需要怎么录出 什么好的视频 有没有可能做这一期 当然可以了 好 既然有可能的话 我们就在未来的某一期 我们俩同时出现 告诉大家 如何拍低成本的 低成本的 film 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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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